优优独播剧场——YoYo 嘿,大家好!这里是杰米,不是吉米 我是杰米 前面我们有讲齐桓公跟靖文公罢业的历程 两位霸主都用短短数年建立起自己的罢业 齐桓公居居以后,齐国罢业就衰落了 接着就让晋国接棒 那靖文公的罢业并没有因为靖文公居居而衰落 在众诸侯国当中,晋国依然是中原的一大强国 直到三家分境为止 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位霸主是齐代已久的秦穆公 秦穆公,银姓赵氏名刃好 在位期间39年,是秦德公的小儿子 秦宣公跟秦成公的弟弟 不过在秦宣公有9个儿子 秦成公也有7个儿子 不过最后却是秦穆公继位 诶?为什么会这样呢? 周朝应该都是指成副业 那为什么秦国这时期都是兄中弟籍呢? 因为秦穆公继位前的资料不多 所以我们大概说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这个大概要追溯到秦穆公 他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秦文公 那秦文公在位期间长达50年 那太子活生生的就被耗死 那最后呢 就是由太子的儿子继位叫秦宣公 不过他继位的时候只有9岁 这么小的年纪秦宣公根本就没办法处理朝政 而且秦国常年都是在跟隔壁的农敌打架 所以呢 秦宣公的权力就被架空当作傀儡君主 那秦宣公聚聚以后呢 秦武功继位 却被那个大臣给废掉了 那大臣就用秦宣公的小儿子初子继位 所以叫秦初子 几年后不知道这个大臣又发什么疯呢 就把秦初子给干掉 然后把秦武功赢回来 那最后呢 秦武功怕自己被干掉 所以把这些作乱大臣全部都干掉 那秦武功聚聚以后呢 就把位子传给秦德公 也就是秦武功的爸爸 所以这时期的秦国都是为了国家利益着想 怕乱城祸害国家 祸害营制子孙 所以把位子传给了兄弟 这样子 秦国自从帮周平王东迁以后啊 终于被周天子封为诸侯 虽然封给他一个王八的地 经过几代人努力的奋斗之下 在周朝也算是一个第二梯队的强国 虽然比不上其进楚 但是打打周边的小国也是做出有余 那在秦武功继位以后啊 看着秦桓公称霸 也想着自己的霸业 为了彰显自己秦国的强大 就发兵攻打毛巾一带的龙人 取得了首胜 不过呢 秦武功不因此觉得满足嘛 在秦武功四年的时候 因为隔壁的晋国很强 就想说去抱个大腿好过年 所以就跑去跟晋献功提亲 那晋献功看秦武功也是一表人才 也可以拉拢秦国 让自己西边能够安定一点 方便自己称霸世界 所以呢就把穆姬嫁给了秦武功 这就是秦国跟晋国情境之好的开端 那晋国后来没多久 又发生了离姬之乱的故事嘛 在秦武功迎娶穆姬的时候 晋献功把未来名扬天下的百里希 给穆姬当作陪嫁的奴隶 但是百里希觉得羞辱 所以就逃跑了 一跑就从最北边的晋国 跑到最南边的楚国 这百里希也会跑 七老八十还这么会跑 那秦武功也有小道消息 听百里希的能力出众 所以知道百里希出逃以后 就派人到处寻找 那皇天不负有心的人 终于传出消息说 百里希跑到楚国了 不过逃到楚国以后 也被抓去养牛养马 百里希真的是很坎坷啊 都很不爱劳忽悠 那秦武功知道 百里希在楚国以后 就想派人大张旗鼓去 楚国请百里希回来 大臣公子植 连忙劝秦武功说 现在全世界就只有你知道 百里希有财 你这么大张旗鼓的 让全世界知道 百里希有财 秦国准备要重用他 如果你是楚王 你会怎么做 秦武功听然恍然大悟 然后就问 我应该怎么做 才不会让楚王怀疑呢 公子植就说 用一般努力交易的价格 五张黑羊皮就好了啊 于是秦武功就派人去 跟楚国说 我这里有一个奴隶 叫百里希 原本是我秦国夫人 目击的陪嫁奴隶 逃到这里了 依照秦法我们把带回去惩罚 我们愿意用五张黑羊皮 跟你做交易 于是呢 楚王就把百里希交给了秦国 那回到秦国以后啊 秦武功解开了百里希的铁铐 并请教他治国的方略 但是百里希推迟说 啊 我是亡国之臣 哪里值得你来询问呢 秦武功说 哎 于国不听你的建言 所以就亡国了啊 于是呢 秦武功依然询问 百里希的治国方略 两人大谈了三天三夜 秦武功非常开心 觉得百里希果然是有大财 想封他为上大夫 不过百里希却向秦武功 推荐另外一个人 说他的能力在他之上 也就是简淑 所以呢 简淑被封为上大夫为右宿长 那百里希被封为上大夫为左宿长 因为五张黑羊皮换回来的 所以呢 世人称就是叫做五谷大夫 秦武功在一位期间呢 为了强大秦国 想一途八业 除了抱大腿之外呢 特别重视人才 开创秦国任用克兴制度 除了百里希跟简书以外 还有鼎鼎大名的伯乐 还有九方浩 这两位向马专家 还有未来图霸西涌的功臣 尤语 还有百里希简书的儿子 孟明氏 西起树白衣炳 这些人全部都是外来的人 并非秦国的贵族 原因是因为前面讲到的动乱 如果重用本国贵族 他们权力会过大 悲剧就会再次的重演 外来的克兴权力再大呢 没有背后势力的支持 也没什么威胁 在秦穆公九年的时候 秦县公就GG了 那秦国就内乱了嘛 那秦穆公原本想扶持 从尔为新军嘛 但是底下大臣又坐不住了 臣子就说 从尔这么贤人 你在旁边建立一起 这么强大的国家 我们要怎么东出争霸全世界呢 你应该要选乙武 他没那么好 用力他 对秦国才是好的 而且乙武还许诺 给我们和西之地呢 于是秦穆公就转了 用力乙武 也就是晋汇公 晋国有了晋汇公 这位无道的昏君嘛 连去几年都发生了灾荒 在秦穆公12年的时候 晋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 晋汇公派人请求 秦穆公的帮助 援助晋国一些粮食 不过底下大臣 匹报劝说 不要给晋国 那晋汇公看起来 就是一个白眼狼 我们应该趁火打劫一下 公孙芝却说 丰收跟倩收 是每个国家都会发生的 风水轮流转嘛 所以我们要给予晋国援助 秦穆公也问白礼西 白礼西说 是那个乙吾得罪了你 不是晋国百姓 秦汪对于乙吾没有影响 但是受到秦汪威胁的 却是晋国的百姓 晋国百姓无罪啊 最后秦穆公呢 选择采用白礼西跟公孙芝的建议 于是呢 秦国派了大量船只 运载了万虎粮食 由秦国国都雍城出发 沿渭水从西向东 五百里的水路押运粮食 上岸以后呢 换成车运 横渡黄河以后呢 再改由奋河 朝运北上 直达晋国国都将 那运粮的船只车队 从雍城到将 八百里路途首尾相连 络绎不绝 史称叫做泛舟之义 说来也巧 秦穆公十四年 秦国也发生了旱灾 秦穆公想说 上次我们以德抱怨 给了晋国粮食嘛 那晋国应该也会支援 我们一些粮食吧 所以就派使者到晋国 请求晋汇公的援助 那晋国大夫说 上次秦国不计浅显 给我们大量粮食度过危机 我们也应该回报给秦国 不过呢 细瑞却说 我们违背承诺割地给秦国 我们两国已经结下了仇怨 现在在给秦国送粮食去 那岂不是助长我们的敌国吗 肯定不能给啊 还有个大臣个人的说 上次我们闹饥荒 秦国不打 打我们晋国 那是秦穆公 他可以撞到啊 现在天佑我大晋国 给了我们一次天大的机会 我们应该趁此机会灭掉秦国 一举做大 不能跟秦莫公一样傻 于是呢 白野狼君臣就拒绝了秦使 叫他滚回家 秦使回到秦国以后 如实跟穆公报告 穆公文言大怒 于是发兵与晋国大战一场 那秦晋两国在韩元展开展大战 结果当然是有道胜无道 晋军大败 而且还掳获了晋汇公 秦莫公想到晋汇公干的所有事情 就想把它按到地上摩擦 于是决定把晋汇公干掉 既是上天 这时候呢 公孙姿跳出来说话 如果我们把这王八干掉 晋国上下会同仇敌丐 对我们不利 把他观者也浪费秦国的粮食 不如叫他把河西割地给我们 我们再让他回去 白礼希也表示不能干掉他 对秦国不利 于是秦莫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这时候呢 秦莫公的夫人木鸡就出来搞事了 他要求秦莫公放了自己的弟弟遗物 然后上演了一场一哭二闹 三上吊的戏码 秦莫公受不了木鸡将闹 所以决定用公孙姿的建议 要求晋国割让河西武城给秦国 并且让晋国太子于来秦国当仁直 秦莫公为了掌控太子于 便把自己的女儿怀银嫁给他 希望太子于未来继承国君以后 可以多多尊重尊重这个老丈人 不要像他爹一样当个白眼狼 在秦莫公二十年的时候 发兵一举攻灭了梁国跟瑞国 国家进一步的扩大 那在秦莫公二十二年的时候 来一个好消息 天入人院的晋莫公生了一场重病 准备蹲出律师舞台了 那太子于的母亲是梁国人 他一听说晋莫公重病的消息 怕晋莫公不愿意放他回去继位 也怕大臣用力其他的公子 所以就连夜逃出了秦国 回到了晋国 隔二年晋莫公二三年 晋莫公终于GG登出了 那太子于也成功继位为新的国君 就是叫做晋怀公 那晋怀公一上位最怕就是从而回来抢王位 所以下令跟随他的人献起回来 不然就要屠入他们的亲人 最后晋怀公泯灭人性的将从而的外公糊涂给干掉 此举弄得晋国上下人心惶惶 那原本秦莫公就对晋怀公不告而别的事情 偷偷跑掉怀恨在心 原本打得好算盘 让他好好对待他这个老丈人 结果还是个白眼狼 真的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晋木公有小道消息 听说从而有意回国争夺国君之位 所以晋木公就去把从而接回秦国 并把怀银嫁给从而 并且派兵护送从而回晋国 跟晋国大夫里应外合 从而终于是回到秦国 并驱逐了晋怀公 继位为晋文公 公元前635年 晋木公25年的时候 周王是发生了子袋之乱 周襄王被子袋联合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周襄王逃出洛翼 逃到郑国造高天下 白礼熙劝晋木公把周襄王接到秦国 可以趁机称霸 但是晋木公把军队驻扎在黄河边上 晋木公担心夹在中间的晋国会阻拦 正在躊躇不前的时候 晋文公以迅雷不起烟的速度 接走了周襄王 晋木公白白拱手把机会让给了晋文公 在西元前629年晋木公30年的时候 发生一件大家都读过的历史事件 叫做竹之武退秦师 因为郑文公得罪了晋文公 所以晋文公就联合晋木公攻打了郑国 那竹之武在郑文公的请托之下去 说服了晋木公 那竹之武跟晋木公说 秦国跟郑国的土地又没有接狼 远得要命 把我郑国灭了 你得不到半点好处 只有晋国才是最大的收益者 那晋国变强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我看得出来一心想涂霸中原 未来如果你要经过我们郑国 我们将成为你东边最好的盟友 而且啊 晋国灭了郑国以后 接下来可能就是你晋国了 纯王此寒不得不防啊 晋木公经过竹之武这样洗脑之后 便答应退兵 并且派兵帮郑国防守 晋国的侵略 哎 晋木公已经跟晋文公站在对立面 晋文公这时候还是天下霸主 那他是不是准备要开始争霸了呢 开始跟晋国 情境之好 分道扬镳 准备跟晋国开始对抗了呢 那我们下集继续看下去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